HELLO,大家好,我是Haddy 看到一個題目就知道 今天我要去霧眉了 這兩年來也有很多觀眾問我有沒有霧眉票眉的推介 我自己身邊也有很多朋友做了 但我覺得自己沒試過不想說一些朋友覺得很好 聽說很好的店舖 但最近實在太多人問 而且我朋友說他做的那間是導師級 不是連鎖店的,很有經驗 總之太多人說的情況下 我又覺得做應該不錯 又可以體驗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把心一環去試試霧眉還是票眉 其實我不懂得分,待會先問一下 給大家看看我的素眉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有眉毛 我已經收得很密的了 但它還是會擦開了好像金魚尾一樣 另外這邊也是差不多 更加厲害的就是眉尾 你會看到完全像一些男人 或者是小身 這樣超粗獷 還有就是我兩邊的眉毛 是極度不對稱的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用眉粉滑眉 沒有用眉膠 我有想過其實是否應該做霧眉之前 找到我的修眉師去幫我攪拌 告訴他我平時是甚麼風格 但我真的沒有時間 所以現在是豁出去的心情 我自己也很緊張 因為我是垃圾來的,我很怕痛 還有我又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不知道成果會不會像黃小虎 超粗眉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我想大家可能做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這麼浮誇 但我平時真的很小膽 而且年紀大了之後也很多鼓勵 所以很緊張 我現在已經出手汗了 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分享 這個不是廣告 也不是合作 純粹是我朋友去介紹 所以我自己去體驗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我們去整理吧 我來了 講到原因為何我會來霧眉 就是因為他在港島區 是不是很膚淺啊? 我現在到了 這位就是我的飄眉師City 嗨 他現在就幫我畫一畫眉 我沒有修眉 因為通常我都會是 很喜歡客人先畫眉才來做的 因為你平時畫眉的時候 你都會畫開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大致上 會跟你的眉的形態去再調節 作為一個問題中女 我是不知道甚麼叫霧眉、飄眉、瘦眉、紋眉 所以就由Silly跟我們解答 以前阿婆年代就問 眼線就是紋的 每一個地方都上色 你會看到有些伯母、婆婆 紋一下眼線 有20幾萬年前紋的 還在這裡 我說是在這裡 因為紋嘛 你不會沒有的 你只會變色 所以紋眉就沒有人做了 紋眉就是用手針 一針、一針、一針、一針 一針、一針、一針 一針、一針 一針、一針 所以它是很自然的 而且那時候 大家都懂得用啡色 瘦眉其實是很長的 比現今做霧眉、飄眉 很長的 大約三至四年 霧眉是最淺淺的做法 在皮膚上彈跳 出來的感覺好像畫了眉粉一樣 對 就是霧眉 就是霧眉 都是把整個眉型填緊 但是霧眉很淡 一針 霧眉就會比較是兩者之間 中間 是將你的眉 扮成有毛 你本身有很多毛的時候 你都會畫眉 我就在霧眉之間 線條與線條之間 做霧眉 所以這個叫做飄眉 講解完之後 Silly就告訴我 今天她會做到什麼程度 和一些事後護理 然後我們就開始畫眉 她會先把我的眉型定好了 大家耐好才開始飄眉 我給大家看看Silly 只是畫眉後 會不會真的太遠了 這條眉要高一點 下面的眉毛就常常蚊 對 我一向都蚊 真的 對 其實兩個 我覺得很好看 這邊我看過這邊 但是這個眉頭矮 這個 你先不要理會 你先不要理會 現在我們畫了兩條眉 之後 就覺得這一邊是搭我的面型多些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邊 adjust變成這一邊的眉 才開始 這個溝通的過程 是很重要 而且要花多一點時間 畢竟未來兩年 都要看著這個眉型 所以絕對不可以抹膚 我現在在敷麻藥 要敷七個字 因為我比較怕死 而且比較怕痛 我也覺得七個字 可以令我不痛 是值得的 這個時間 我就回覆一下大家的電話 回覆一下一些電郵 都很快 這個是你的尾巴顏色 這個是眉頭顏色 肉色呢 這個是麻糕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會是做一個膚顏色的時候用的 做了一下的了 沒有感覺的 沒有沒有感覺 真的 沒有的 好啦 那我可以放鬆 你可以放鬆啦 沒有的 很慶幸我拍了這一幕 知道原來中間的過程 在發生什麼事 閉上眼睛 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好啦 現在就把 顏色捲雲 抹了給你看一個線條 好像紫菜 對 一會兒最漂亮就是紫菜 好像自己的眉毛一樣 對 分不到哪些是你畫哪些是我本身 其實 這些就是假的 喔 這些就是假的 我現在這一邊呢 是完成了飄眉的部分 然後一會兒就會做霧眉的部分 我完全想不到中間有些是假的 大家看不看到 上眉的競爭 還有我信心保證 真的不痛的 我終於安心了 但是敷顏色的用意是 將它的顏色在傷口裡 你現在有傷口 你現在有傷口 滲得緊一點 我覺得敷顏色的過程 是有一點點像漂染頭髮 都是有一點點刺刺的 敷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霧眉那一刻了 你看到你現在的顏色 就適合你現在的頭髮 是 你這裡密度高的就不用怎樣加 是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那個眉的底部 底部要緊緊一點點 好快啊 你看看那個線條 剛剛是戒的 當皮膚拉開的時候 你看不到皮膚爆的 沒有的 不會的 因為力度剛剛好 霧眉的過程更快 我想大約十至十五分鐘就完成了 可以了 嗯 我想讓大家看看這條眉 嘩 真的很神奇啊 你看看 美得 因為我本身已經覺得自己 唐眉是又有毛 然後又有茂盛 但我沒想過原來做完那種整齊感 是 嗯 開心啊 讓大家看看這裡的環境 是很闊落的 會有化妝的地方 然後有兩間房 我是用右手邊這間房 去做飄霧味的 就不會說 只有一張床 只有一間房這麼小的地方 趁我現在記憶猶身 跟大家說一下感受 第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的 應該跟我一樣 都是最疑惑 就是關於痛不痛呢 是不痛的 因為我真的不太忍得痛 所以 這件事都覺得 今早我的顧慮 原來是多餘的 然後 第二件事就是 比我想像中 自然很多很多 我本身是 今晚 變成黃小虎 紫菜 立不小心 這樣見大家 但是 真的 比預期中 所有的 顧慮 都 沒有了 是很驚喜的一件事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今早我化完整個妝 然後還沒畫眉 打算做個開場白 我沒有這個勇氣 我覺得差很遠 還有我已經是有眉毛的人 我沒有想過 有眉毛 都可以 這麼大的落差 原來 我掙扎了這麼多年 今天做一做之後 是不會後悔的 當然 都要看它怎樣 長久 持久 所有的問題 過一兩天 我都會放一些照片 給大家看看 它之後的變化 其實這一間 我今天做的名字 我放在Info Box 它是包兩次的補色 在半年之內 所以 現在它也有說 它做了八成半色 然後那個粗度做了九成九成半 之後 再自己去調節 找它 我九月會再做一次 然後農曆新年前 會再補一次 它就可以維持到 大約一年半至兩年的時間 還有 我又幫大家頒到一個 小小的優惠 你們有興趣 都可以去Info Box 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八五節 如果做了兩個人一起 或者做兩項的項目 就會有八節 總之一切以Info Box為主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的七點鐘 我剛剛起床了 聽到聲音 我連牙都沒塗 眼都沒塗 我拍片給大家看看 第二天早上的情況 昨晚我覺得有點癢 但又未至於睡不著 要癢 是忍到的 有一點癢 現在一起來 就是精神狀態 都很開心 現在就是第三天 今天好一點 因為我記得 拆完牙洗完 才拍 其實這兩天 都是保持著 有一點癢 沒有其他大問題 你看到也不會很紅 有什麼敏感的事 都沒有發生過 我昨晚 就看到它開始 有一點點結焦 我不知道近鏡 給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現在試試看 這個距離 大家應該看到 裡面 這樣炒炒的 就是我結焦 等著脫焦的情況 應該過兩天 脫焦後 就會再自然一點點 現在CILLY 都說是整個過程 最深色的幾天 暫時就更新到這裡 因為如果再拍的話 就應該剪不切這條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知道我之後的眉毛狀況 都可以留言 或者IG DM我 即時拍一條眉毛給你看 對 去結尾吧 衛免之後忘記拍Ending 我現在就先拍定 剛才我放了這幾天的update給大家 然後如果你想知道後續的話 我應該會在8月用什麼的影片 跟大家再說一下它的狀況 它的更新 到時留意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想我做白老鼠 幫你們去試不同的東西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錄到3點 和星期日鏡就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 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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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